嗨,欢迎收听老唐聊聊第三集的podcast 首先先祝各位听众2021新年快乐 那老唐我昨晚就一直打PS4人亡2这个游戏 一直打到跨年过了 最近用七折的价钱买到人亡2的外传 第一个任务的第二只魔王叫做yoshitsune 超强,打了至少三四十次才打过 那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了雪梨的烟火 我就去睡了 那今天早上起床也看到了台北101的跨年 感觉好像今年的规模跟热闹程度跟往年差蛮多的 但是听到Hong Zeng Gia这首改版的轻摇滚歌曲 觉得超好听哦 超喜欢那台湾的feel 那我这集要评论一下反莱猪仔 你到底是在那说屁 首先我的言论立场不代表民进党 或是任何一个台湾政治党派 纯粹是为了台湾的未来的大局的个人观点 OK,反莱猪仔 过去八年你不去反莱牛 现在却开始反莱猪 那明显的就是因为反对,民进党而反对 你因为你个人私欲想要高级的只吃台湾猪 却没顾虑到整体台湾国际贸易的大局 整个台湾的贸易条件打开 台湾人以后才有更多的饭吃 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开放进口美国莱猪 这我就不多说了 可以自己去查 包括你最哈的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 开放美国莱猪 你他妈的就一定每餐吃到莱猪吗 那你现在吃的莱牛呢 怎么不怕勒 你在那吵什么胡须章 标签整合有问题 那以后就别吃胡须章 你去整合标签给台湾国民用 这么爱批评 那你卖假猪肉最快 爱吃又不爱贡献社会 反莱猪仔啊 狂打政治口水战 过去八年却不去炮轰莱牛 莱牛的标志勒 怎么都没听到莱牛标志有问题 你少在那边提什么 莱牛只开放三十个月的小牛 而且台湾人吃牛的比例 跟猪肉少了七倍 对我来讲根本就是狗屁啊 有就是有 你讲的都对 莱牛就没问题 莱猪就有问题 你过去八年不去抱怨莱牛 你在那边抱怨莱猪 所以啊 反莱猪仔 别在那边因为反对而反对了 多帮助台湾社会进步 蔡总统新年谈话 已经跟国民道歉说 这是不得不做的政策 希望各位国民 可以多支持台湾 多让社会更进步 别变成乡民啊 别只因为媒体说什么 就被洗脑 就被带方向 OK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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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